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整理的节目 今天我们讲一个,已经是差不多两三个礼拜没讲过的议题了 就是民主派初算四十七人案 这件案件我想都是已经昨天踏入第五十四日审讯 今天照样的西国农财法庭,十点钟早上开始就有第五十五日的审讯了 控方证人作证阶段,是不是作证阶段 就是被人去控方问,也都被辩方去问的阶段 那你会发觉到,旷日免时 第一个证人就是欧乐軒,第二个证人就是赵家然 第三个就是钟錦麟,钟錦麟和赵家然都是民主动力做事 第四个证人就是林景楠,但是现在盛传 控方极有可能不会再传照林景楠作证 那林景楠是不是这个accomplished witness,或者是prosecution case的witness呢 或者直接把它放走呢,或者是有不同的处理呢 这个还要看下去,可能已经deal is done 我们无从知道,但我相信是这样的情况 那肯定林景楠就会轻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甚至为了保住林景楠,不需要他作证 这个accomplished witness,始终都是accomplished witness 我们讲回现在的情况,第一和第二个已经作证完毕了 两个我已经觉得是二五仔毫无问题 那我看一下第三个这位accomplished witness 这个控方的证人钟錦麟究竟说些什么 他作证时间比较短,要问也不多 因为他涉及的事情不多 那我看一下停刊这个网媒的报导 好了,47名民主派人士士及组织及参与 2020年立法会35家初选 因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16人否认控罪受審 在5月8日昨天在西九龙财务法院 站台高等法院踏入第54日的审讯 控方第三名证人,当时出任民主动力 是副召集人的钟錦麟 因为召集人就是赵家言 副召集人就是钟錦麟 接受变方盘问 代表何桂南的大律师Trafford B 就问钟錦麟 是不是认为民主派是不可能 在原定2020年9月的旧人的换届选举中 取得超过35席 就是问他是不是认为不可能的 钟錦麟表示他当时估计是会交 困难 因为当时是根据2019年 区议会选举去评估选程 但区议会反对民主派的票数 亦创新高 即是2019年区议会选举 结果表面上民主派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但得票率方面并没有大的改变 那的确这个是fair comment 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找他作证 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赢得85%以上的议席 因为单议席单票制 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 因为单议席单票制 450多个区 赢得85%以上的议席 但你得票率 其实只有55%左右 那么你会发觉到 六四黄金比 或者55%对45%的比例 并没有大幅度的转移 如果立法会比例代表制之下 你不要以为最后全取35%的情况很高 其实是会有困难的 这个当然我早就已经说过了 而且这个不是重点 What are you going to approve by saying that 即是今时今日 这一点 对证明什么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很有疑问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庭 是充满了一些很不重要的议席 以这些不重要的议席 根本上对于浪费努力时间费用 和大家的时间 是毫无意义 是超级浪费 钟金伦又说 对于是不是可以简单 用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果 就推断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 能够一样大胜呢 他说我个人看得比较保守一点 你每个人可以保守的 比较进取没问题 法官陈仲恒问到 这个钟錦麟的看法 而不是戴耀廷的看法 钟錦麟回应说 他是超级大好友 这个的确是 戴耀廷的确是超级大好友 但What are you going to prove by that 你想想 陈仲恒你问 钟錦麟你认为 不太可能到35家 戴耀廷认为 很有可能到35家 那What are you going to prove by this kind of anticipation 你anticipate 期待 会得到35家 的这个胜果 那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选举的 不希望拿35家呢 一个选举的人不希望赢呢 陈仲恒法官你想问什么呢 就是说你想办一场立法会选举 基本上是 民主派不可能得到过半数 那才是合法 合宪的选举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现在这个是中联版的意思 共产党的意思 那你陈仲恒 都是这样想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而这件事不需要问 是一个常识 钟錦麟呢 已经是昨天呢 完成了所有的作工的了 那具体来说 你也知道 就是 就是 这样 详细可以 讲 里面很多的 知识给大家听的 可以讲一些知识给大家听一下 譬如代表 何桂南大利斯Traffic Bill 继续盘问中锦麟 中锦麟上个星期公称 因为看到很多不同媒体 有些亲政府 或者亲中央政府的人士 对初选的评论 担心如果没有差别 否决财政预算案 会导致参选人 被取消参选资格 那Traffic Bill 就问这个 中锦麟 会不会担心是因为 认为 这些建制派媒体 对选举主任的影响 那中锦麟也认为同意的 那Traffic Bill 又指令35家计划 戴耀廷的愿景 希望透过民主派 在立法会取得过半议席 对政府施压 令政府 如果不回应民主派的诉求 就会在撥款议案 投反对票 中锦麟表示认同 Traffic Bill 就说了 只有在政府 没有回应诉求的时候 成功当选的议员 才会考虑 投票 否决预算案 那法官陈慶慧 表示问题太长 他说 考虑这个字眼有问题 喂 人家的律师就问 是有个前提的 就是政府没有回应诉求的时候 成功当选的议员 才会考虑投票 否决预算案 然后陈慶慧就说 你要删除 考虑这个字 要求这个Traffic Bill 改变的措辞 所以你看到陈慶慧 那个心证已经形成了 这件事一定是判所有 大部分 大部分的被告有罪 相当可怕 你连一个问题 你都这样去 去导引 这个所谓的 这个辩方律师的问题 簡直是不知所谓 那Traffic Bill 改问 中锦麟当时的理解 当时的议员是否不会 无差别地否决预算案 这个就是fair question 是不是会一定 就是 是不是会一定 还是有可能 不会 否决预算案呢 中锦麟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Traffic Bill原本说 为争取五大訴求 而否决裁正预算案的说法 比较贴近实际情况 并说 当然我不能够说 在一个平行时空 五大訴求 如果得到一个 什么程度的回应 而这个35家 选出来的议员的取态 又会有什么不同 我不能够说得到 那么法官 陈凌慧再问 中会员的意思 不是中会员 中锦麟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要视乎 个别参选人的取态 中锦麟同意 这个是他的理解 就是说 并不是说 每个参选人 都是 一定要齐头式 是这样做 而每个参选人 都是各有各的取态 我会觉得中锦麟 即使你说 担当动控方的证人 但答到这里 我觉得 都是fair enough 即你的答案 至少不会挖掘事实 标期后又问到 中锦麟是否认为 到民主派 认为民主派 是否可能 是否不可能 在原定2020年9月的 换届选中 取得超过35席 中锦麟表示 他当时估计是会较困难 因为当时大家根据2019年的 区议会选举的评估选程 但2019年里面 反对民主派的票数 已经创新高 即是2019年 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表面上 民主派有压倒性的胜利 但纯粹因为 区议会选举单 以值单的票制 得票率方面 没有大改变 所以不能够 简单下结论 说立法选举 立法会选举民主派 都一样会大胜 那就不可以直接推倒 中锦麟表示 一些功能组片 例如飲食界 在2019年的社会事件中 受到影响 对于是否可以 简单地用 2019年区议会选举结果 就推断2020年 立法会选举 另外一样大胜 我个人看得比较保守些 法官陈宗行 还问到 这个中锦麟的看法 而不是戴耀廷的看法 是不是呢 中锦麟会认为 他是超级大好友 他当然了 就认为很有可能 这个是fair OK Trafficview就问到 新界东2020年4月14日的首次协调会议 中锦麟说 当日就着决定举行初选 而不是弃选 以及新界东目标议席数目 是6加1 已经有共识 被问到 怎样理解当时有共识的这件事 中锦麟说 当时所有原本提倡 弃选方案的参加者 都已经接受用初选方案 而且戴耀廷当时 唯有说一次 大家有共识系初选方案 中锦麟说 会议上没有因为多人同事发言 而出现混乱情况 这个就是新界东的会议 也没有举手投票之类的做法 中锦麟也再次确认 在歌词会议上 没有参加者提及 否决裁正案的事宜 OK 那么 Fair Travel Bill 完成盘问中锦麟 代表柯耀林的大律师 唐洛沙也盘问中锦麟 始终柯耀林 是将军的广名区议员 根据区议会议记录 在新界东2020年5月5日 第二次协调会议的时候 柯耀林当日 由早上出席西贡区议会 会议到晚上10点40分 中锦麟表示 他当日负责主持这个会议 但不记得柯耀林的离职时间 OK 其他被告的代表大师 表示无需盘问中锦麟 控方也表示没有覆问 中锦麟完成作供 控方又读出黄碧云和林卓廷的 第二份承认事实 内容已早前其他被告承认的商约 以及读出何桂南的第二份承认事实 内容是有关他收到选举主任的查询 查询 并且是有回复选举主任的问题之后 被通知参选目下等等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我不会觉得中锦麟是做了离经半道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给一个肯定给他 他没有do evil 这个跟欧乐軒 和你看到欧乐軒的stupid and evil 和赵嘉然那些滑头and evil 是不能不同日而语 那为什么要找中锦麟呢 因为他是新界东的会议 而这个会议是赵嘉然没有出席的 所以他是五个大的选区 所以他会補孔孔 所以就找到中锦麟去作词 那意思 除此之外 另外呢 有些比较重要的 该47人案呢 有些重要的转折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那法庭呢 那法庭呢 处理一名控方证人的 令明令申请 那代表李宇信的大律师 关文慧 提出对明令内容作修订 认为这个证人的部分资料已经公开 没有理由下令保密而公开资料 因为呢 控方想传召一个匿名令的申请 不是匿名令 匿名令的申请 是因为呢 他想有一个新的控方证人 X先生 不是X小姐 是X先生 Mr.X 他就会去作证的 但是他呢 就是 有这样的说法 那法官 陈慶慧最后呢 扮下了匿名令 这名控方证人 是以X先生 称呼 被告 法律代表 和传媒不得 发布公开 或广播 任何有可能令公众 识别出X先生身份的资讯 直至有令行通知 X先生 亦都会在屏封之后 作公的 事源是什么呢 是控方早前说 想奏一名控方证人 申请匿名令 他没有说过 这个控方证人 究竟是47人之一 还是之外 那如果是之一的话 那究竟是否找多一个人 去做金手指呢 不得而知 是不是找到47人以外的人 去做金手指 不得而知 在昨天表示 收到部分被告提出 对命令内容 匿名令作出修订 代表李宇信的大律师 关文慧说 这个证人的部分资料 其实已被公开 没有理由下令保密 已经公开的资料 那法官 陈庆慧表示 知识有关情况 认为有需要禁止 准一步公开这个证人的资料 法官陈运腾表示 证人表达 担心他在庭上作供的事情 会令他在网络上受霸凌 欺凌 那么李运腾法官 会认为法庭需要平衡各方 不会对被告造成不公审讯的同事 也需要保护证人 那麽话 法官陈庆慧最后 颁下了匿名令 这名控方证人 以X先生称呼 被告和法律代表和传媒不得 法报公开或者广播 不过任何可能令公众 释述出X先生身份的资讯 直至有令人通知 X先生可以在屏风之后作供 其实这样 即是他的声音 大家都听得到 有声音听得到 其实大家都可以猜到 什麽人 在屏风后作供 还可以使用 使用特别通道出入法庭 其实这些事 整色整衰 内情的人都知道 那为免呢 引起大家的 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我当然就不在节目上 跟你说 X先生是谁 谁 那麽 那麽陳庆慧法官 另外加上一項命令 指任何违反 上述规定的人士 有机会犯藐视法庭罪 可能被判处相应刑罚 那麽 那麽大家知道 早前控方 有指清 四名重返证人 Accomplace Witnesses 包括了欧乐軒 趙嘉賢 钟錦麟 这三个已完成作证 他说林景楠之外 那麽 除了林景楠之外 其他三人都已完成作供 据了解 控方现时没有打算 林景楠 传召林景楠作供 聆讯就是今天会继续的 那麽就是林景楠 不知有什麽 deal with prosecution 那麽最后就不需要作供 那麽究竟找 哪个真正第四个人 就是Mr.X 那麽基本上 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那麽 所以这件事我会不斷拖下去 那拖下去的话 我会觉得 对于很多 在囚的人士 是一个煎熬 OK 现在呢 就 盛夏快来临了 那麽 那麽 已经开始落下了 而再加上呢 监狱的环境呢 又湿 又热 又热 那麽怕他们病 怕他们不舒服 那麽很多人 希望各尽所有的本能 入烟的入烟 猶豫师的猶豫师 那麽 就是可以多多探监 多多给资源给他们 那麽能够使他们呢 能够有一个 比较舒服点 比较舒服点的 夏天呢 因为这个时间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 都是还压当中 甚至已经 就是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煎熬 两年以上的煎熬 那麽希望大家 为他们祈祷 也希望神会守护他们 保佑他们 能够身体健康 面对这个挑战 而全香港的人 甚至离圣的香港人 都会为他们献上祝福 好 我们下一次 再有新的资料 或者更重要的资料 再跟大家报告一些 关于射车人案的状况 我们下一次 再来看看